在中国只要说起道家武功 人们立刻就会想到被称为道教第九福地的武当山 台湾民间有这样一个传说 有个屠夫觉得自己每天杀生是一种罪孽 于是放弃屠刀走入深山 在山中见到一位妇女抱着出生的婴儿 他便为这妇女洗离分娩时弄在包裹上的污物 正洗着只见水中浮出玄天上帝四个字 这时妇女和婴儿都不见了 屠夫顿时大悟抛开自己的肚腐 在水中洗净自己的内脏之后死去了 上天敢于屠夫的赤城封他为玄天上帝 而他的内脏和脚则变成了龟蛇 玄天上帝又叫真武大帝 传说他是道教最高神原始天尊的化身 他十五岁出家修炼于太和山 后来得到升天 为了纪念真武大帝 人们将太和山改名为武当山 中国武林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全勇之计少林为外家 武当为内家 而武当内家宫的创始人 则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道教大师张三丰 张三丰生于中国东北的辽宁 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初这段时间 他著书历说 授徒传道漫游天下 当他行至武当山时 预言武当山将来必定会名声大振 于是和他的弟子们在武当山 结草为炉 浅心修炼 后来张三丰又独自一人离开武当山 漫游去了 张三丰读书过目不忘 学士渊博 不但内丹造诣很深 而且武功高强 传说他或者三五日吃一顿饭 或者两三月进一次餐 再冷再寒的天气 只穿一件单薄的道袍 当时明朝皇帝刻目张三丰的英才 三番五次在全国各地寻访张三丰 可是足足找了十年也没找到 至今张三丰的下落还是个谜 张三丰在武当山时 通过对蛇与喜鹊相斗的观察 领悟到太极变化的原理 于是创立了太极十三世 即武当内加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张三丰 张三丰在《太极行宫》一书中写道 必须全功并练 宫属柔全属刚 全属动宫属静 刚柔护脊动静相应 使称为太极之相 相辅而行方足致用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武当内加权的主要特点是 刚柔互补、动静结合 并且与道家的内丹宫柔合在一起 武当内加权的主要特点是 刚柔互补、动静结合 到了17世纪 以柔克刚 以静制动的武当道教武功 在民间逐渐传播开来 其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武当山的各代大师与道士们 对于武当内加工 这以中国道文化的宝贵遗产 更是世代相传 并不断地加以丰富和发展 如今武当山道教协会 已办起了武当道教武术馆 这些十几岁的孩子 来自全国各地 他们虽然小小年纪 但已是身手不凡呢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道士习武练功 道士习武练功 在中国各大民山道教公关 是很普遍的 道家对武功有着严格的要求 道家对武功有着严格的要求 只有达到这种层次才是真功夫 道家武功一可以强身 二可以忌击 更重要的是 不论是权还是剑 达到炉火纯青的层次时 便创造出一种意境 这种意境是自己创造的 自己又在这种意境中受到陶冶提高和净化 道家的武士都是以道家类练而演化出来的 就是说是类功吧 道家的功法主要都是以柔克刚 以精致等 在我们历代走势 就是说通过修炼 修炼过程当中 就是说是根据这个人体的各个精卖 就是说在到了远摩明初的时候 我们都是道家的武当山的走势 就是根据历代高人的演戏吧 他通过了都是归纳整建 这创造了都是武当山的以类加权 这才类加呢 才逐渐形成在社会上的广泛的弹拨 所以他主要都是一柔克刚 你像武当山的武术吧 就是以简术或太极啊 太极拳太极剑这些为主 为主体 武术或拳击吧 就是再一个呢 都是运以养生 这也是很重要的 现在呢 就是说我们 通过道教协会成立了之后 对武术啊 或道教的精简啊 都说是都在积极的整理 或花教当中 有些呢 很需要我们认真地可操练吧 他说呢 这都需要继承 因为我们都 这些呢都需要付出很大的时间 大家或我们地牢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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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位道友说过这样一句话 内练精气神 外练筋脉骨 造一个崭新的自我 对此 你会想到一些什么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